我們怎樣去演繹一首作品呢? 我們經常都在YouTube那裏見到很多影片 我們怎樣去做一件事 我們怎樣去做這道菜 我們怎樣去泊車 但是我想說 在拉奏小提琴 或者在音樂上 或者其實在藝術上 這個How to 是很難去說出來的 怎樣去演繹一首作品 是我的看法 如果你照做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還屬於你的演繹呢? 或者你一個問題就是 重複一些別人所做的方法 那那樣東西是不是還是你的呢?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這個演繹方法呢?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怎樣去做一件事 這個是很主觀的 譬如我是根據什麼標準 我所追求的是什麼 我想要的是以音色為先 還是一些很誇張的效果 我或者是喜歡這種效果 所以我覺得應該這樣演繹這一首作品 還是 譬如我拉Moza 拉Bach 我覺得應該要知道多一些 以前的演繹的風格是怎樣 譬如 Phrasing 的重要性 Vibrato 的多少 我會看很多文獻 然後才得出 我會這樣去演繹這一句 又或者譬如在Bach 的音樂 很多時候那些句子不是一些很長的句子 我會不會問自己 到底這一句是講的什麼呢? 是不是一句問句呢? 如果這個是問句 那有沒有答案呢? 答案或者是不是立刻出來 還是過了兩三句之後才有呢? 有沒有和應呢? 要把一句 一個樂句拉得漂亮 這樣才算 怎樣為之漂亮呢? 漂亮在哪裡呢? 漂亮在音色 漂亮在整體那個 句子的結構 是不是 拉得平均? 或者有沒有一些樂句 其實所追求的不是漂亮 譬如 Shostakovich 的音樂 是反映他身處的時代 那種被人壓迫 那種你即使寫一句話 只要不合那個當權者的口味 他就說你陰謀顛覆政府 然後給你很多罪名 在報紙上面去聲討你 我們是不是還是以漂亮為目標呢? 所以一說到怎樣去演繹 就不是我們心目中所想 或者我們在YouTube上看到 How to 這麼簡單 是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步驟 我們做了一、二、三、四、五 然後就會得出這件事 這個就是問題的局限 你試一下當自己是一個演員 你收到一份劇本 你要做某一個角色 那如果那個角色 跟你本身是很相似 很多相似的地方 背景、年齡的話 那你可以很容易就說到 我會做些什麼 但是很多時候 我想演員收到劇本 裡面的角色都不是他們自己 我相信如果你問那些演員 就算是很資深的演員 他要怎樣去演繹這個角色 他是說不到出來的 那他們怎樣做呢? 他們怎樣去找到 屬於他們的How to 就是 嘗試用這個 給這個角色去融入自己的生活 試一下幻想 如果 我現在 要跟這個角色 共處 我會用怎樣的語氣 我會怎樣去喝水 我會怎樣去走路 你已經一舉一動 去試一下 用這個角色去做出來 當可能過了一兩個月的時候 那 情形是怎樣呢? 就是這個角色已經變成 那個演員的生活的一部分 當是這樣的時候 事後再看 那這個演員就可以說得出 或者我們在戲裡面就可以 即是看這出戲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 這個演員做了什麼 去 演繹這個角色 但是 在未拍成這一出戲之前 演員都不知道 甚至在劇本那裡 是沒有寫明的 那是需要時間 是需要 可能做很多資料搜集 是要用自己的經歷 去做出來的 那我想 如果是 你要演繹一首曲 其實都是 差不多 很難說 一個方程式 就做到 大的指揮家 譬如卡拉洋 他一生中 錄過三次 貝多芬的交響曲 那肯定 每一次 即是他所錄的 這九首交響曲 都不同 同一個人 去看同一首曲 因為 那個時空 和因為他的經歷 他的心境不同 也都會影響他的 演繹出來 那個效果 如果 卡拉洋 還在生 我想 如果你問他 你是怎樣做 他都很難去 告訴你 但是如果 你是去聽他的錄影 你真的比較 你有興趣想知道 那你自然會看到 他做了些什麼 可能你會問 葉小熙 我聽了你說這麼久 難道一個簡單的答案 都沒有 怎樣去演繹一首作品 答案是有的 是很簡單的兩個字 就是用心 你用心 你自然知道 要做些什麼 去拉好這首曲 你自然會想知道 多些關於這首曲的東西 關於這個作曲家的故事 他的經歷 他當時所身處的 是一個什麼的環境 你會想知道 為何這個樂句 會這樣寫 為何這裡 會有一個 突然之間的 你試一下去幻想一下 你試一下代入 這個作曲家 或者是代入這首歌 裡面的故事 這首歌裡面 那個主角 他所經歷的東西 你試一下 想辦法 令這首歌 變成 你的一部分 你用心的時候 你不知不覺 就會 你會 喜歡這首作品 即使一開始的時候 你不太認識它 你不太知道 怎樣去拉好它 但是 我保證 如果你是用心的話 用心 拉每一句 拉每一個音 你一定知道 要怎樣做 你一定會